智慧 那是无价之宝 人这一生真正受用不尽的 绝不是金钱 而是头脑 是机敏的光芒 您就拿 西州末期这位身侯来说吧 是一个小国的领主 要兵力 不能跟大国抗衡 但是他却屡屡出奇招之声 先保住了女儿跟外孙子的性命 出了心头的恶气 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 当初为了对抗周幽王 跟国军打仗没得能力 他是借兵 用的是心发制人 可发现犬戎不想走了 这犬戎主 怨然就以大国皇帝自居了 他想过过周天子的那个隐 怎么让他走呢 老百姓怨声带到 身后又利用自己的智慧 还是那部老旗 先发制人 表面上 跟犬戎主 十分的客气尊敬 不断的白酒宴答谢 有钱给钱 有物给物 暗地里 发出三封信来 请了三路救兵 一个 是魏国的魏武功 还有一个是秦国的秦湘公 再有 就是亲近的皇族了 是郑国的公子 绝突 绝突的父亲 是郑桓公既有 为什么说是很近的亲亲呢 这不都姓季吗 一家子 郑桓公既有 在跟犬戎交战的时候 为了保护周幽王 被犬戎乱剑射死 绝突是他的儿子 一听说父亲死了 那正想报仇呢 就这样 搬来了三路救兵 这三路兵马 兵为耗精 把犬戎主吓坏了 身后还假装同仇敌忾呢 这样 你从西门走 我来断后 断什么后啊 人家是一伙的 犬戎主不知事计策 人家围攻三门 独留一路 那就是让你赶快离开这儿 犬戎逃跑了 神侯把这三路救兵 秦湘公 魏武公 还有郑公子绝突 都请到城中来 共议国政啊 好 这烂摊子 够收拾一站子的 皇宫被毁 民居被拆 现在先充榜安民 国不可一日无君呢 身后达到目的了 自己的女儿身后 成为皇太后 自己的外孙儿 一旧继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 周平王 周平王继位之后 感觉这浩京太不安全 犬戎离这太近 二一个这个都城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应该搬迁了 在朝会上 就跟几位亲近大臣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诸位老爱卿 寡人打算 迁都到洛义 就是我们后来说 那东都洛阳 周成王在位的时候 周公弹 不就开始营造东都吗 那个时候 主要是 为着天子行宫做打算 将来要是到哪去 洛阳这一带 离着中原 交通更方便 可以作为 第二个都城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周平王打算 把都城整个就牵过去 那么就等于告别浩京啊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魏武功就很反对 魏武功八十好几的 他跟周王氏 都姓一个姓 都姓姬 但是这个亲书关系上 远不如郑世子绝突 那么亲近 因为绝突的父亲 郑皇宫既有 跟周幽王那是亲哥们 不过既然救驾 有功 德高望重 他说话是有分量 郭军不能迁都 浩京虽然残破 可以重建 这由山川相右 近可以攻 退可以守 而东都洛伊 四通八达 一马平川 没有屏障 倘若战事迭起 我觉得那是一个险地 周平王摇了摇头啊 哎 老人家说的话都对 但是 寡人觉得 浩京实在过于的危险啊 那犬容主 若是整兵再来攻伐 你们一走 寡人忧虑甚重 为长久打算 还是迁都吧 这君王说话了 拍板定定 谁也不敢再跟着抬杠了 就这样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 这位周平王一旧 决定迁都洛阳 带着满车的珠宝 带着西州的遗老遗少 勾奔东东 都是称州 为什么分西东啊 您记住了 就从他迁都开始的 浩京与洛阳 一西一东 都城在浩京的 就称为西州 都城到洛阳的 就成为东州了 周平王迁都洛义 带着大队人马 登城上路 告别了浩京的繁华 告别了祖宗 在这里建下的基业 周平王心里怪不是自卫的 他哪知道 这何止是告别故都啊 这是告别的一个时代 离山脚下 周幽王的鲜血 还有风火台上 不绝于耳的 包四的笑声 这都让人记忆犹新 难以忘怀 就连他头顶上的王冠 也失去了往日的尊严 与辉煌 这一千都不要紧 结束了西州 在浩京 二百七十五年的天下 来到了东都洛义 周平王 都重重的封赏 这些秦王的大臣 该封官的封官 该给钱的给钱 秦国来的那位秦湘公 往上进了一击 算是一路诸侯了 那么郑国的这位 世子绝徒呢 就继承他父亲的职务吧 称为侯爵 这就是后来的那位 郑武功 魏国的八十多岁的 那位老人魏武功呢 乐意做轻师 你就在洛阳待着 不乐意呢 你就回家养老 善待这些秦王大臣之后 身后看中了绝通 这个年轻人 杀起敌人来之后 英勇一场 生的小伙子 也是一表人才 将来 这个岁数 这个年纪 一定是辅助周平王的 一个得力干将啊 我跟他拉了关系吧 身后把自己的 另一个女儿 就嫁给了这位 绝突 绝突继位 就是郑武功 身后的女儿 就是那位武将 武将 一共给这郑武功 生了俩儿子 最喜欢二儿子 二儿子起名叫段 有人管他叫 公书段 为什么是公书啊 那时候 这个诸侯生的孩子 叫世子啊 封下来这世子 都有封地的 把这个二儿子段 封在了宫城 所以叫公书段 大儿子呢 大儿子叫悟生 这悟生 武将特别的反感 为什么反感呢 因为啊 他难产 武将生这悟生的时候 好像把命搭上 他那个时候 没有剖腹产 这么一说呀 就得愣生啊 好家伙生的字儿 挖乱叫 武将死了好几回去 从此 一见这悟生 他就特别反感 长大了 没少了 给他白眼 小时候 对他也很不待见 但是正武功不怎么想 都是自己的骨肉 都是儿子 按照这个规定 是传长不传右 那世子的位置 就应该给这悟生啊 武将夫人挺不乐意的 没事就跟这正武功念叨 悟生多招人烦啊 他长得也丑陋 他长得也丑陋 讨人闲的 你看看 公书断多好啊 断这个孩子 天资聪颖 这才十几啊 一表人才啊 将来 您要是千秋大业了 这位置应该给咱们二儿子呀 正武功摇头不远 夫人啊 两个孩子都是咱们的骨血 二儿子固然不错 可吃物生 无过呀 这大儿子没有什么毛病啊 正武功在这一点上 很有主见 不像那周幽王 为了让美人一笑 不惜一切代价 为了女人 忘乎所以 那么这正武功呢 有自己的原则 有一定之规 所以正国后来才能强大 正武功对武将的态度 恰恰是对周幽王的一个巨大的讽刺 就因为周幽王宠包四 而上周王宠达记 夏捷王宠莫喜 中国历史不有一个观点 叫女色误国吗 其实这跟女色没有关系 酒不罪人 人自罪呀 这是贪恋 女色的人们 忘乎所以 正武功就很清醒 所以他死了之后 这位置就传给悟生 悟生继位 就是那位正庄公 正庄公可了不得 应该说 中国西周历史进入春秋时代 头一个向王权发出挑战的 就是正庄公 这个人很有头脑 很有智谋 城府很深 怎么形成的呢 这跟小时候 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 虽然父母健在 但是缺少母爱 缺少母爱的孩子 往往内心十分敏感 正庄公就是这样 逆境使他早熟 而功于心机 济了位了 武将对这大儿子 还是看不惯 新军即位 他马上就来找 这正庄公来了 你的弟弟 比你要优秀的多呀 国君 为什么不能给他换一块 大点的封地呀 母后 而听您的 您说把哪块地方 给我的兄弟 我觉得 智义不错 郑庄公一听 心中暗道 好狠哪 干嘛呀 智义 那是一块很险峻的城关 应该捉正国的安卑 跟智义有直接的关联 可要说不给 那是母后啊 有被人情 啊 母后 智义 是一个险峻之处 不易于防守 我怕我的兄弟 年轻 如果要是 在这个地方出点差错 则举国难安的 当年那位国书 就因为守智义 而命丧于此 这个地方不吉利 还是 另选他处吧 武将一听 没答应 哼 好小气呀 你作为国君 都容不下你的同胞弟弟吗 置疑舍不得 那就把京城给他 好吧 西听母命 全听您的了 郑庄公一答应 把京城 让给公书端 首先那些大臣都不干了 有公子吕 跟大夫债众 认为这个事不妥 为什么呢 国君想过没有 京城太大了 京城应该说 比您这个都城 一点都不小 第二个都城吧 可是公书端的封号 不配有这么大的封地 封建礼仪制度很严谨 当多大的官 有多大的地方 那城盖的多高 城墙有多厚 里边有多少武装 有明文规定 公书端那不成 咱们郑国第二个国君了吗 天无二日啊 郑庄公摆了摆手 叹了一口气 二位 此乃母命难为幼 这我妈说的怎么办呢 宅中摇里摇头 公子吕也是无可奈何 没有几天的功夫 一上朝 公子吕又来找这郑庄公来了 郭君 我已听说 公书端在京城招兵买马 鸡草屯粮 他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谋反呢 嗯 庄公脸色这么一沉 羞得多严 我弟兄义乃同胞 他难道 还能夺我的王权吗 轰掉下去 把这公子吕给轰出来 公子吕跟郑庄公也有着亲戚啊 他就问那债大夫 怎么国君就听不得我良言相劝呢 债众哼了那么一声 将军诧异 旁边有多少人呢 人多 二杂 你跟国君乃是自己的亲戚 应当 无旁人的时候 再去询问 公子吕听有道理 晚上单独又来找这郑庄公来了 国君 我还得冒死尽见 哎呀 郑庄公跟白天在朝会上 建的公子吕 那态度一点不一样 两个手就把公子吕的手拉住了 来来来 坐在一旁 你一片忠心 寡人尽知啊 只是 你不要忘了 这公输段 是我的同胞兄弟 我怎么能不包容他呢 哎呦 公子吕这着急呀 国君 包容得有个限度 倘若 他翅膀一应 带兵攻打您 您怎么办呢 再说了 我不该多言 国母 偏心于公输段 而冷落于君王你呀 你不比我清楚吗 郑庄公上上下下 打量打量公子吕 不必多言 这番话 只你我二人知道就可以了 你别忘了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哦 公子吕不能再说了 他明白了 感情这郑庄公 一点也不糊涂 出来之后 他又找那债大夫去了 债众一听 怎么样 咱们国君心中有数吧 这二位呀 是真替着郑庄公着急呀 没事就找 把庄公来商量 国君这事不能就这么看着 他随便折腾啊 招兵买马聚草屯粮 将来要取而代之 能容得下您吗 郑庄公微微一笑 看吧 看吧 你看他自己怎么折腾吧 这贡输段 还没醒过盹来呢 没事假借着机会 到都城新政来看看母后 实际 俩人是商量来的 他母后告诉他 有机会 我做内营 城头树白旗 你带领准备好的兵马 就杀进都城取而代之 娘死而无憾意 这心眼的偏的 都是一个娘肠爬出来的 您说他多烦这老大吧 以为别人不知道呢 人家早就做好了 安排 债众给出了一个好主意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稳操胜劝 这天早朝 郑庄公宣布 寡人应该到周天子的面前 进进陈下的职份了 大伙一听明白了 国君要出门当差 你说这国君当什么差啊 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功 那不就是周天子的轻视吗 咱们说过这个轻视 你可不能轻视的 咱们那是总执政官呢 在自己的封地里是国君 在天子那当差 那也负着全责呢 他属于子承父职 这段时间郑国自己不太太平 所以他没心思上班 那么今儿 我得去上上班了 真走啊 假的 虚晃一招 带着人马 散着步 游山逛景呢 就往那周都城洛阳走 按说这俩地离得近 郑国离周天子很近 但是走得很慢 为什么走那么慢呢 就听着后边的动静呢 他这前脚刚走 京城太书 叫那位贡输段 带着人马就杀出来了 杀到半道上 正打算怎么打这新政呢 还嘱咐走下看看 那城上有白旗没有 这先头部队还没等赶到都城 后续的探报就回来了 怎么的 京城丢了 老窝被端了 公司旅早就派人 占了他的京城 这下也没心思打都城了 奔哪打啊 哎呀 那我先回贡地吧 贡地是旧时的封地 贡输段贡输段吧 兴许那儿的人感念雇主 还能对我不错 到那儿这么一看 打不了了 怎么 郑伯 叫那位郑庄公 早已派人看守着贡城了 败吧 败至燕灵 郑庄公带兵就追啊 左传部记录了这么一段吧 叫郑伯克段于烟 就在烟岭这个地方 逼得这位贡输段 这位京城太叔 是自吻而亡啊 没脸活了 哎呦 当时这郑庄公 表演得很感人啊 他来到了死时 跟前翻身下马 抱着弟弟的尸首 吃而合之于此啊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你干嘛想不开非得死啊 他哪知道 公书段把他琢磨透了 把哥哥得罪成这样 不死有好道吗 没路可走了 有得他身上翻出了好些卷 没事带那么些手绢干嘛 哪是手绢啊 那是高级书信的书写材料 都是武将跟他的书信网来 罪证昭然啊 都是谋害国君的话 郑庄公把这信网递着他被一摔 吩咐收下人将母后请出新政 牵制影帝 影帝边远地区 到那干嘛去 养老去吧 放下这么一句话叫 不道黄泉 绝不相见 黄泉 那就死后再见面吧 这事也过去了 郑庄公也觉得不是滋味了 毕竟没有父亲 自幼又没有母爱 现在他发现宫中的宫女那些大臣 那见自个儿都有点 背地里议论 那眼神有点叙叙呼呼的 是不是说我不孝顺母亲呢 国君不孝母 何以去教育子民呢 可是话已经说出来了 怎么办呢 要大臣给出主意 不是黄泉相见吗 您就找一个泉水发黄的地方 修个地下宫殿 那不就完了 所谓宫殿 盖礼尖的 套尖 装潢装潢 然后您顺梯子下去 把老娘接出来就得了 郑庄公又导演了一出 绝地见母的 优秀的剧目 就这样 算把臣子们的心收回来 在这一场政治角逐之中 他为了让母后跟兄弟 充分暴露自己的罪行 他按照自己的逻辑 去设定了他们一步一步 向目的靠拢 这边是急功近利的冒进 曾庄公这边呢 老谋深算的退下 甭管怎么说吧 是过于的冒进 还是过于的谦功 这仅仅是阴谋的 不同的两种包装而已 总而言之 郑庄公大获全胜 他平定了郑国的内乱 就在这么个时候 忽然有人来报 说以魏国为首 联合了宋国 陈国 蔡国等等啊 他们兵和一处 降打一家 七十凶凶十万的火急 是兵发 郑 或